创造101胡彦兵骗了101女孩这三个多月?真相有洋葱。 选秀综艺创造101日前组成11人女团火箭少女101出道,在最终决赛当天,王子涛及导师艾勒、罗志祥都掏心掏肺地交代女孩们未来演绎道路上的该注意的美角,温馨场面逼哭不少人,但不止他们,导师胡彦兵在当天也发文写下想说的话, 一句这三个多月我骗了你们,引起网友关注。 胡彦兵掌文写下对101女孩的嘱咐。 胡彦兵对选手们的用心在节目中都看得到,经常熬夜和女孩们讨论表演内容,但他却说自己在这三个多月里骗了大家。 他说在这段期间里,一直告诉大家一定要赢,一定要盼尽全力把每一场秀炼到最优秀,因为在队的时间努力才最容易被放大,他希望每个少女的汗水都能转换成精彩的表演被大众看见。 五位导师vs101女孩 在人才辈出的演艺圈,要被态换是很容易的事。 胡彦兵告诉101女孩,一个人生命中的机遇不会一直都有,因此当机会来临,希望能不给自己留任何后路,不给自己找任何忌口,投入百分之百的努力及热情,哪怕挤掉睡觉的时间,也要把台上那几分钟做好。 他的目的没有其他,就是要激发出所有参赛者的盘战精神。 胡彦兵发文。 这些在比赛期间说过的话,胡彦兵在最终赛当天却说,这一刻我想告诉你们,这三个多月我骗了你们。 胡彦兵。 101里A班的同学。 胡彦兵全文。 101女孩,这三个多月我骗了你们。 每次公演的到来,就意味着会有人离开。 赢就是赢,有机会进入下一轮,最后成团。 输了就离开,101的旅程就此结束。 当你们对我说,来这里想要磨练自己,想要来学习,输赢并没有那么重要的时候。 我一直告诉你们一定要赢,每次都要盼尽全力,把每一个秀炼到最优秀,因为在队的时间努力才最容易被放大。 创造101是个每一期都有几亿播放量的节目,代表着只要你们表现好就会备受关注,这个时候努力换来的出色表现会更容易被看到。 一个人生命中的机遇不会一直都有,错过了这个舞台,下一个不知道还要等多久。 所以我更希望你们不给自己留任何后路,不给自己找任何忌口,努力不做任何保留,百分百的投入,哪怕挤掉睡觉的时间,也要把排场那几分钟做到最好。 但是这一刻我想告诉你们,这三个多月我骗了你们。 三个多月来,每次给你们的压力都是希望你们不要因为某一刻的松懈而留下遗憾,因为比别人少了半个小时的练习时间而错过了一个C位。 输赢其实没有那么重要,经历才是人生中最宝贵的礼物。 今晚是总决赛,你们已经是创造101的最高标准走到了最后,这一刻你们要学会享受这个舞台,收获你们洒下的汗水换来的掌声,放下输赢的心态会让你们今晚更自然地发挥, 这段时间和你们一起经历了很多,我和你们一样对这里有很多的不舍。 到了该收尾的时候,但对你们而言,今晚的据点才是真正的开始,将来还有无数的挑战等待着你们。 走远了也别忘记梦想最初的样子,遇到再大的困难也别怕,要记得你是101里A班的同学。 谢谢你们带给我这个美好的夏天,祝愿今晚的总决赛一切顺利,每一个人的未来都向阳而生。 那就快点回 9 Uhr 再用 6 0 10 20 20 感谢观看